台湾市运动盛会开跑 7月26号起一连四天的田径与游泳赛事 将在市立田径场与游泳池举办 从国小、社会到壮年组 各个年龄层的选手们都将在赛场上大展身手 努力开启通往国际赛场的大门 天色灰蒙 但场上的选手们依旧神采奕奕 现场的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落 桃园一年一度的运动盛会开跑 由参与田径赛事的选手们 为接下来的比赛拉开序幕 展现他们训练的成果 这个比赛之前做了多少的努力呢 大概有一个月 然后就算下雨也要练 会有一点紧张 可是动一下 然后那个 就是称赞一下自己 说可以的 跳远跟其他的比赛项目 比起来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跌倒的时候 就是那个大锤会黏很多杂质 你今天面对这场比赛之前 有什么样的心态调整吗 就是平常训练的心态这样跳 短短几分钟的赛程 凝聚了许多选手们在台下数个月的努力 两位国小组的选手虽然年纪小 但已经学会了克服体力与心态上的挑战相当不容易 那么刚好这两天也是巴黎奥运的这个开幕 我想我们在巴黎奥运的国家代表队里面 有非常多的我们桃园的这个运动选手 尤其像今天这个运动会 大家在运动会里面 寻求最结束的表现 让自己的这个成绩能够点点滴滴累积起来 最后能够到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在这边鼓励我们所有的运动员 在这次运动会能够展现自己最好的成绩 争取桃园的荣耀 市运会26日在市立田径场开幕 未来几天还有许多不同年龄段的田径和游泳赛程 期许所有选手能够全力以赴 为桃园争取夹击 和桃园争取出